她的演技受到观众的认可 而这一路走来也并不容易 邓伦也直言 刚入行的时候 她甚至看不懂剧本 通过一步步的学习 这才慢慢的开窍了 我觉得还会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2018年 邓伦在香蜜沉沉静如霜 一切零一夜 这两部电视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2019年 邓伦也是卯足了劲 准备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比如她和马思纯领先主演的 都市情感励志剧 加油你是最棒的 即将和大家见面 加油你是最棒的这部戏 我还挺期待的 对因为 它是讲的一个 它就是讲的 我这个职业的事 它是讲一个演员 从一个曾经有成绩的一个演员 然后又沦落到180县的一个演员 然后又从180县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1200县 就它是一个特别 特别特别特别的一个 一个奋斗士 对然后也在演的时候 也我特别有感触 就也特别让我想起了这个 我当时刚刚入行的时候 然后的那个状态 所以很喜欢那个人 所以我相信应该会很好看的 所以我自己还挺期待 乐凡天综合报道